網路行銷到底有沒有什麼根本的解決之道 是不是每次有新的社群媒體出來的時候 你就要重新學一次 然後要花大把的時間去學這些技術 甚至要大量的發送你的垃圾訊息 大量的去加你的好友 粉絲 其實網路行銷要一個根本的解決之道就是 你要去培養自己 每天觀察自己生活的能力 你要觀察自己的生活的小故事 你要怎麼樣讓你的小故事可以記錄下來 也許你不擅長於寫文章 那你可以拍照片 你也可以錄音 你也可以拍影片 那這些媒體素材在現在的手機上面 都可以很容易的去運作 不用不需要很高深的技術 就可以拍照片錄音錄影 如果我們還會寫文章的話 那當然更好 還有一個能力是你有沒有辦法在 網路社群上面跟別人聊天的能力 那其實這些都是指content的部分 指內容的部分 每次有新的網路行銷工具出來的時候 很多人都去追逐這些網路行銷工具 能夠有多大的曝光效果 但是都很少人去重視 你怎麼樣把這些內容 而建置好 然後跟你的粉絲去對話 去聊天 經營社群 因為社群的人 現在的人資訊量都太大了 他沒有什麼注意力去觀賞你的廣告文 那如果說我們一直在追逐新的工具 可是一直沒有去培養你的說故事的能力 那就很可惜 也許你在過了10年之後 20年之後 你的能力還是一直停留在 到處發垃圾 到處發垃圾訊息 不管是不是郵件 或者是各種像LINE的訊息 或像微信的訊息 或是以後出更多更多的通訊軟體 你就會想到 用新的通訊軟體去發你的垃圾訊息 對使用者來說 這些訊息已經 完全不吸引他的眼球 所以你的效果會越來越差越來越差 但是如果你浪費了這好幾年的時間 都一直在追逐這些工具 而沒有去培養你自己身邊的小故事 沒有去蒐集你自己生活上的故事 那過了10年20年之後 你的行銷功力還是不會進步 如果我們每天都 把自己的故事記錄下來 自己的家庭生活記錄下來 你可以像彎彎的漫畫 或者像櫻桃小丸子這種卡通 或者像花媽這類的卡通 他們的卡通劇情其實都非常生活化 但是為什麼能夠引起這麼大的共鳴 就是因為它非常生活化 那這些生活化的劇情 如果我們每天都可以把它保留下來的時候 以後我們把這些劇情 PO在我們的 跟我們的網友互動的時候呢 這是一個很棒的 與人接觸 讓人熟悉你 並且增加信任感的好方法 有了信任才容易成交 有了信任才容易成交 給你去的 給你去的